上课别吃东西 你说这句话是认真的吗 开玩笑 你知道吗 在医学的角度上 人在饥饿时 身体血糖会降低到平均值之下 每个人都会因为低糖耐受的程度不同 而引发一系列不同的症状 有的人甚至会出现短暂的昏迷 最危险的不是昏迷 而是在昏迷过程中摔倒是否会造成人体的二次伤害 如果碰到头部的关键位置 那这后果是所有人都无法承担的 更何况著名法学家张三曾经说过 当人类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马上就要饿死了 面前有一只熊猫 请问能不能吃 熊猫是什么 畜生呀 我们是什么 无价之宝 我们不仅可以吃 蒸子吃烤子吃烧子吃都可以 哎 更何况在有食物的情况下 我们再不吃都要饿死了 对吧 这叫什么 紧急避险 耶 帮忙说咯 上课可以吃东西咯 等一下我可没说啊 啊 我是教你们紧急避险 不是教你们上课吃零食知道吧 哎 咱们这个小伙伴呀 能下课的时候吃 这下课的时候吃啊 不要上课的时候说自己紧急避险啊 到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老师打你 我可管不着啊 对了 咱们这谁是老师呀 这吃了半天也没人吃 也没人管 你们都不打了 老师是坐在椅子上啊 老师我们想课饿了 我们要紧急避险 坐在椅子上就不能打你们了 啊好好好 马上马上就住 哎呀马上就住了 马上 来 老师我们住好了 哎呀别吃了别吃了 哎呀妈 小雨姐姐那跟吃不起饭似的 妹子你不回去我们打吃呢 我有回去的必要啊 我回去你们才能吃呀 就是就是 啊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就回去 我们再吃最后吧 有危险 着了着了 我们回中位咯 回中位就打不着 回中位 你别做啥 不好意思 老师给讲讲课呀 你这一节课就打人了 你这老师我要去教育局告你 你们一节课就吃东西了 老师快讲课吧 咱们今天上了什么课呀 老师今天上语文还是数学还是英语 大数学 你往后退一点 我觉得好恐怖 你的头放在桌子上 下头放在桌子上 啥地瓜讨厌 你人家这么近干什么 不知道学生时期不能找恋吗 老师我想上厕所老师 不许上厕所憋着 我快拉裤刀日了 我快拉地瓜身上了 他踢到你在我身上了 我去个厕所老师 好嘞 那自习 老师我饿了 我要吃你手里的雪糕 在厕所 自习 自习 我要进办公室了 兄弟们快冲呀 老师进办公室了 快吃快吃 冲呀冲呀快吃 快点快点 兄弟们几下 快收到 趁老师没出来 我的天 怎么都损了 坐到座位上了 老师下课不咯下课 没有啦下课 下课下课 老师你咱还不回家呢 我要在这里窒息一会儿 你不说坐上来就不能打了吗